A.I. 带我们迈进人机共存的新时代 各种应用快速展开 在救人如救火的医疗领域 更需要仰来 AI 强大的影像辨识功能 我们专长的是数位病理的 AI 那数位病理指的是把组织病理切片 做完整的数位化 那 AI 就是利用这个数位全播片影像 然后来做 AI 叶执行长挑战的第一个 AI 要用来侦测鼻烟癌 但是全播片病理影像 每张照片的画素都是几十亿气跳 电脑根本无法运算 如果把解析度降低 又难以判断是否有癌细胞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 叶执行长采取另一种土法练钢的方式 将影像分割成小块来处理 所以一般常见的做法就是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影像 但是因为对于这个每一个小块的影像都需要有正确答案 所以我们就请兵口长根的病理可以是协助我们做标记 这个 AI 模型准确率达到 97% 但是人工标注加上训练 前后花费将近一年 世界上癌症多达200种 台湾每年新增的癌症人口高达11万 以这样缓慢的方式开发实在缓不济及 有没有可能在不做细节标注的情况下训练 AI 国家实验研究院 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的超级电脑 台湾山二号帮了一个大忙 台湾山二号在全球超级电脑中 台名第26超强的运算力 正适合用来训练 AI 便是高解析度的数位定理影响 一般 AI 训练主机的配置 主机记忆体其实没有非常多 而且因为这个计算量庞大 所以事实上需要多个节点来一起做计算 所以台湾山二号的建制 其实对我们尝试这样子的方法 有绝对的重要性 叶子经长尝试直接用全波片影响来训练 AI 这次没经过太多处理 只简单分成癌症 非癌症两类 没有细节标注的状况之下 训练深度神经网络去做癌症的辨识 得到了这个辨识的正确率 其实跟有细节标注的方法是非常接近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在癌症手术过程当中 必须要在淋巴结上面去做转移细胞的侦测 那我们也把这样的资料集 就是全波片影响 没有做裁切也不做细节标注的状况之下 训练 AI 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在2019年的Super Computing的会议 其实跟国王也有一个共同论文的发表 那后面就应用到各式各样其他的癌症上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